了解過純物質的意思之後 另外東西叫做物質三態 那各位都曉得物體有什麼 固態液態跟氣態 這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講法 我們就這樣講就可以了 固態液態跟氣態 而這三態呢有一些不一樣 你看這個圖啊 就可以了解到一個狀況 固體的東西好像很固定嘛 很固定 然後液態呢好像比較可以動 氣體就到處亂飛 這就是當中一個重要的想法 尤其那個氣體到處亂飛 那個想法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我們告訴你說 因為固體東西都擺得好好的 固定的位置擺得死死的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體積是固定的 形狀也是固定的 液體呢就跟項鍊一樣 稍微可以動一動搓一搓 一來一去 所以呢 它的體積是固定的 可是形狀呢不固定 所以像圖上面 這兩個都是200毫升 好 兩桶到達燒杯就是燒杯的形狀 燒杯到達就是兩桶的形狀 它的形狀沒有固定 可是體積是固定的 那氣體就到處亂飛 一顆顆到處亂飛 因為到處亂飛的關係 所以它的體積沒有固定 形狀也沒有固定 它都沒有固定 都沒有固定 OK 這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看一個簡單的影片 這現在就是固態 東西都擺得好好的 所以呢它的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到了熔點之後 它開始融化變成液體 就比較可以搓一搓一億 比較可以搓搓一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的體積有固定 可是形狀沒有固定 你知道沒有固定 繼續加熱 到達它的肺點之後 它就變成一顆一顆的 到處亂跑 所以呢 體積也不會固定 形狀也不會固定 這就是所謂用粒子觀點 跟各位解釋 什麼叫固態 什麼叫液態 什麼叫做氣態 希望你能夠理解 那這個 這個不用管它 因為那個 後面那個是 要到到 叫熱血的時候 有個加熱曲線 那個我們現在沒有弄它 所以先不理 所以這就是 第一個讓各位了解 固態、液態、氣態 跟粒子的觀點 請你要稍微要記得一下 什麼體積固定 還是不固定 形狀固定還是不固定 這是有關各位介紹 物質三態的部分 OK 好 我們今天講了 物質有三態 物質的三態 基本上就是受兩個因素的影響 溫度跟壓力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 就會配合出不一樣的狀態 上高中 會有什麼三項圖 會講更多 我們國中生沒那麼 沒那麼囉嗦 就告訴你說 會受到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就對了 那因此 我們就可以從 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壓力 改變之後 就可以從固態變液態 液態變氣態 就有一些變化 這個變化 理論上小學就學過了 對不對 那個名詞嘛 紅色箭頭表示要吸熱 黃色箭頭表示要放熱 請問你從固體變成液態叫做什麼 固體變成液態叫做 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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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液態變固體呢 凝固 那液態變氣態呢 氣化 我們再說 你說蒸發不算錯 可是我們要分清楚 我們再講 要氣化 氣化有兩種 蒸發跟沸騰 我們待會要告訴你 那氣態變液態呢 凝結 那有一種叫固體直接變氣體的叫做 生化 倒過來氣體直接變固體 我們叫做凝化 有一些豬腦袋把它 這個也叫做生化 我們不喜歡 因為這樣就分不出來 到底是固會變氣還是氣變固嘛 叫凝化 然後這就是 生態的一個變化的過程 那麼 融化的溫度 就叫做所謂的熔點 那凝固的溫度叫做凝固點 正常情況下這兩個溫度是一樣的 水會沸騰 沸騰溫度叫做沸點 也會凝結 凝結溫度叫做凝結點 一樣 平常這兩個溫度是所謂一樣的 所以有所謂的熔點、沸點、凝固點、凝結點 我們大部分講都是熔點跟沸點 基本上 東西在一定的壓力之下 我們基本上都講都是一大氣壓 國中生眼 大部分都講一大氣壓 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熔點跟沸點是定質 而且為特性 什麼意思啊 就是叫做相同的寵物質有相同的沸點 不同的寵物質有不同的沸點 所以找了一個玩樂 煮開之後 發現沸點100度 它是誰啊 這就是水啊 因為水的沸點就做100度 就這樣子 所以呢 它一定的壓力之下 我也要講一定的壓力 因為壓力也會改變 剛好會提到壓力也會改變一些熔點跟沸點 我們會提到它 所以一定的壓力之下 熔點跟沸點定質於它的個性 我們剛剛講過純物質有一定的性質 就是純物質的一定的性質 我們可以用來這個性質來辨別 它是什麼樣的純物質 剛剛講過其他有兩種 蒸發跟沸騰 蒸發跟沸騰哪裡不一樣 它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沸騰需要一定的溫度 就沸騰 要再沸騰它才會沸騰 蒸發不用 你只要是液體 你就可以蒸發 10度C的水也可以蒸發 50度C的水也可以蒸發 80度C的水也可以蒸發 只是溫度越高 蒸發的情況會越旺盛 越多而已 但基本上任何溫度都可以蒸發 我們把一杯水灑在衣上 不久之後那個水就不見了 那個水怎麼樣 蒸發掉 任何溫度都可以蒸發 任何溫度都可以蒸發 一個溫度不同 第二個 變成氣體的範圍不同 基本上沸騰指的是 全部的水都要氣化 全部的水全部都要氣化 而蒸發只有表面 表面最外面跟外面有空到接觸到的地方 再變成氣體 可是它的被變成氣體的部位 多少不同 還有一個不同 有沒有泡泡 沸騰的時候會看到泡泡 因為它變成氣體會變化的泡泡 蒸發不會有泡泡 你的爹跟娘 晒衣服亮衣服的時候 不會晒上去的 會一直把泡泡出來 不會這樣子 所以它沒有泡泡 所以蒸發是沒有泡泡的 沸騰的有大量的產生氣體會翻成會翻角的泡泡 所以是蒸發跟沸騰的不妥 蒸發跟靈化 生化跟靈化 生化是怎麼樣 固體變成氣體 靈化就是氣體變成固體 那你要曉得的事情是誰會生化 這些會生化 大家這邊有個點 這邊有個點 點的就是點 固體的點 昇華變成點生氣 點固體是紫黑色 生氣是紫色 點會乾冰 這是重點 常常會是乾冰 它會昇華 張腦 當然我會提到它耐玩 耐玩跟張腦玩的作用狀況差不多 但耐玩是人造的 張腦玩算是天然的東西 你們學地理學過什麼 台灣以前的那個張書 做張老玩 他這些東西都會生化 你要曉得這些東西都會生化 特別是乾冰會生化 乾冰會生化 這件事情 放心的 OK 所以就問了一個笨問 好 張老玩 張老玩以前會要防蟲的 現在很多都耐玩 意思一樣 把它丟到衣櫥裡面 因為它有一段時間 它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就不見了 也沒有看到旁邊有那個液體在旁邊 它就這樣子不見了 請問你 這是屬於哪一種的三態變化 這是哪一種的三態變化 凝結 凝固 凝固 融化 氣化 升華 凝滑 不會喔 好吧 我們假設你害羞內相喜歡大自然 它直接從固態變成氣態不見的消失 所以它是升華 剛才講過嘛 張老耐玩這些都會升華 還有那個點跟乾冰 所以它是屬於升華 所以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三態變化的狀況 要請你記住 我會是這些狀態都是因為誰的影響 溫度跟壓力 那些變化名詞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三態變化的部分 OK